萊斯萊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那个我们最近实验室有新那个装潢很漂亮 想说有点问题想要请教你 萊斯想问一下这个绿色触牌ESG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绿色的意思就是有序责任的概念 那现在在做事观音 不管你AMH多少都有一种打法 但在这边就不一样喔 会分类 如果你AMH高一点我们就强刺激 少一点也连打针都不用打 把钱省下来是量身定做的 那就要个人化精准事观疗程 省很多特别是AMHD的省很多 那那个大大的4SG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们送的实验室的品牌 4D第四个D就是时间轴 卵子从取出来到受精培养 那个时间轴很重要 有四个地方会特别注意 特别把它再拉出来叫4W 受精的时间 切片的时间 冷冻的时间 解冻时间 这四个 要在对的时间把事情做好 成绩才会好 S就是Smart 希望大家在这边是 Walking Smart Smart Walking 我们那样设例之间还会串联 就AIoT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智能化的实验室 所以就是所谓的精准受精吗 是啊 你看我们精准就跟人家很不一样 一般都是看到这一个第一集体 我们疑心病比较重 我们会怀疑 这个会不会还没熟 我们还会用平光显微镜再去看一下 有看到仿锤式才会受精 很花时间耶 如果你把暖子冻在这里 暖子经过冷冻解冻之后要复苏 每颗暖子复苏的时间不一定 看到这个就确定它复苏了 再来受精成绩特别好 试探培养基本上 如果你那个暖子跟受精变成胚胎 以前的话我先做对照 以前是受精那边 然后放到培养箱 隔天还要拿出来 看有没有受精 还拍照 很折腾耶 每天在折腾他耶 一直去吵他 现在的timelapse很简单 受精丸放在里面 没有去打扰他 他每个是独立的 他不会同时留个故障 Jerry安全性很够 这台湾目前 台湾我们第一个用的 每一家院所都会用这个 在这边有好胚胎才会植入 我想像我如果是 一个来做四管婴儿的 从植入到放盘是四天 不好的胚胎 我还希望你就直接跟我讲 有些时候呢 会植入第三天的 我们也不太喜欢 因为第三天的胚胎 未必会变狼胚 纯粹只是基于费用的考量 所以我们一定是想要确定 有好的胚胎 那在这边好的胚胎 就是BC级以上 才会认为是值得期待的 我们很清楚植入到放盘 那时间压力很大 会睡不着觉 越接近放盘 压力越大 那胚胎在植入的时候呢 也会请那个 知悠的胚胎师来选胚 我们有所谓选胚师这个角色 你经过切片或者冷冻或解冻 难免会受伤 那有时候外表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解冻的时候 会观察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如果说它 复发出来这个 有超过50% 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不错 复输得很好 那植入去之后 哇 成绩也真的超好的 我们希望每一支植入都有好成绩 那走重期急救学是 配胎也可以急救吗 可以啊 这我们发明的 你看在外面培养的时候 你都看得到可以拍照 再放到子宫器呢 也看不到 全世界都第14天放榜 可不可以第7天 可不可以再早一点 第4天 第4天放榜 如果HCG大于0.1 就是着床了 小于0.1未必没有 那如果你是客户 你第4天就知道 大于0.1会不会很开心 会 松一口气 那如果第7天大于3.5 就觉得安了 安一半了 第一个礼拜最危险都过了 那接下来第二个礼拜 会每两天追踪一次 看到爬升的速度 那因为这样救活的 超过一半都救了起来 你只要知道凶手是谁 都救了起来 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 所以很多客户也从海外 从新加坡啊 还有从日本飞来 直过两天就飞过来的 飞过来急救了 这蛮多的 这是我们新的服务 你来送鸟 不管是动软 做试管婴儿 那都是一趟难忘的旅程 这个陪伴就是说 整个过程陪你 比如说我们海外的客户很多 那植物之后 比如回到香港或日本 旅程中心的人呢 定时关心他 关心他之后 再把这个数据回报给医生 医生会随时调整用药 那一直陪他到第14周 我们不只是做试管婴儿 我们还希望客户真的带健康小孩回去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们的卵子跟胚胎都会存在哪里 来 我教你看 会冒烟那个地方 那个都是储存筒 那我们这储存筒 跟人家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一般的储存筒是液态的 那我们这个是呢 气态的 那液态跟气态的哪里不一样 很不一样耶 有时候会有一些感染的问题 虽然不见得真的会传染到 那一种感染的感觉 对 我们大概得我设想到这一点 那是气态的储存筒 那有些客户还会问 你那个桶子掀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靠那个顶端的时候 温度会伤失 那个一掀起来之后 它会自动补充一胎蛋 距离洞口最近的地方 温度都是很温的 好 还有什么问题 最近那个地震那么频繁啊 甚至还有什么火灾啊 还有那个对岸最近有点沉沉欲动 不知道宋子娘这边有没有 对我们的卵子做什么保护 如果地震的话谁最怕 我最怕 我怕死了 所以当时这一栋道在盖的时候 从那个柱子 钢筋 结构 建筑是设计的是 细数是1 我跟大家说 给我提高到1.4倍 所以地震其实没有问题 里面的设备 像操作台 Wallstage 基本上都防震的 那些储存筒 用那个大筒 那个气态式的储存筒 那里面其实基本上 也都是防震的 火灾的话 这个基本上 你知道这是一般玻璃还是 按照来时下纵本一定是防火玻璃 对 是高档的防火玻璃 这个防火时效只有10分钟 外面还有一圈 第二圈 第二圈在哪 有那个防火铁门 我们有 其实有安全的动线 可以把那个储存筒 移到安全的地方 因为这一栋大楼 每一层楼都有阳台 可以从阳台把那些储存筒 直接垂降到下面去 对 安达过来怎么办 对啊 你 最近很夯的议题 台积电都不怕 我们不用怕 Yes 我们就在台积电隔壁 有细顿的保护 全世界都需要台积电嘛 我们刚好在它隔壁 所以基本上 那个议题不用太烦恼 好 那我今天这样介绍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没有了 谢谢那一次今天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东西 那如果各位还有什么 想要多了解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们这边有很多优秀的咨询师 我自己也很乐意跟大家分享